由于新冠变种不断蔓延 各经济体政策支持力度减小 以及供应链瓶颈持续 美国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不止成长兼缓 加上新型市场和发展中的经济体产出 预计整体的经济展望将大幅低于疫情前水准 此外 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还预计 欧元区经济2021年将增长5.2% 2022年增长4.2% 同时市航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可增长8% 2022年将增长5.1% 而预估2022年全球GDP可能会增长4.1% 低于6月时预测的4.3% 由于世界经济同时面临新冠疫情 通货膨胀和政策不确定性挑战 政府支出和货币政策均无潜力可循 加上不平等日益上升和安全挑战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利 因此一些专家建议 目前当务之急是确保更广泛 更公平的分配疫苗 使新冠疫情得到良好控制 才能实现全球各经济体的良性增长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